它一共长30公里 有1200座零售商店 餐厅 还有其他的服务设施 大家千万不要迷路哦 真的有点迷路的感觉 Hello 大家好 我是Concord的Crystal 今天呢 我就是在Downtown Toronto 看我身后面呢 就是有Roger Center 还有很高的CN Tower 就知道我在哪里了 这个Roger Center后面呢 就是我们Concord的社区 City Place 然后再过两年 在Roger Center后面呢 你们就会看得到 我们的Concord Canada House 那两栋大楼的外墙 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枫叶的 那今天呢 就是要想带大家去看 The Path 就是在我身后面 哇 今天真的有点冷 我们快点去吧 生活在Downtown多 过着那么严寒的冬天 你 有没有想过 可以不用走在满地冰雪的路上 避开大风雪 不用踏足室外 就可以处理各种日常事物 比如说步行上班 处理银行事物 享受美食 购物 看医生等等 我们一进来Path以后呢 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Tim Hortons 然后我身后面 有Freshie 因为我们这里上面呢 就是多很多的金融区 所以在这上班的人 他们就很方便 下来以后 就会有很多选择 可以吃东西了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餐厅 现在是中午的时分 有很多人在这里用餐 很多很多地下城Path 是世界最大的地下行人步行系统 商业系统 室内地下购物城 它一共长30公里 有37万平方米的商业零售空间 有1200座零售商店 餐厅 还有其他的服务设施 跟Path相互连接的建筑 多达70多个 直通5个地铁站 酒店 以及多很多最繁忙的Transit Hub 它除了这些以外呢 它还连接了多很多的旅游热点 比如说Hockey Hall of Fame Roy Thomson Hall Scotiabank Arena 那刚刚跟大家介绍过了 Path它是一个很大的地下城 但是你不要给它名字给骗哦 你看看 我们现在就是在地上的部分 其实它的结构 它有一部分 除了在地下以外 它在地上也有的 大家千万不要迷路哦 我们已经到了这边 我刚刚提过的旅游热点 Scotiabank Arena 我现在其实真的很暖和 我连大衣都错了 走了几分钟 我们已经到了这边 我刚刚提过的旅游热点 Scotiabank Arena 我现在其实真的很暖和 我连大衣都错了 我刚刚走到不到十分钟 就已经走到 加拿大最大的一个交通枢纽 这里呢 有Go Train 有火车 有去机场的Train 有地铁 有公交 有借车 好 今天带大家看完 多很多金融区的Path 一个很大的地下城 我们今天它一共 差不多30公里 我们今天只是 带你们看过一小段 我们Cancord 有一个项目 Central 它离这里的Path St Andrew的入口 不到十分钟 然后在Path的北边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项目 叫Cancord Sky 它就是在离Dundas入口 差不多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也蛮近的 好了 今天我差不多在室内 这个Path里面 走了十分钟 已经到了Union Station了 这里除了餐厅以外 还有其他的便利商店 那我都先不讲了 我去逛逛了 Bye Bye 到底我在哪里 好像有点迷路的 大家千万不要迷路哦 千万不要迷路哦 A few moments later I want straight out Friend Street door OK OK 呃 对我刚刚问了 那个information的人 但是就好像也 这里真的太大 真的有点迷路的感觉 谢谢 谢谢大家